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大家記得東橋拍過五大夜晚好去處嗎? 這次我們要來探險五個 在九點過後一般人不常去的地方 我們這邊也要幫大家聽分打分數喔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我們現在來到九點後的川崎 這個地方我們兩個都不太熟喔 車站一出來的百貨公司Lazona 就是它的店大概營業到晚上九點而已 不過它的飲食的餐廳都開到十點 所以可以來這邊吃個飯 川崎雖然不是一個觀光聖地 但是也是一個很大的衛星都市喔 沒錯,所以它跟東京的關係 就有點像是板橋之魚台北市喔 我們力求真實現在是九點零五分囉 川崎的地理位置真的蠻方便 離東京大概只要半個小時左右 這邊是交通的樞紐之一 所以坐JR或是荊棘線的鐵路都可以到喔 一出車站就有一個中箭四通的商店街 我們去看看九點之後還有什麼吧 中箭四通這邊有很多的餐廳 都營業到很晚耶 中箭四大概慢慢走 大概十五分鐘可以走完 然後走到底的部分就有點像是風化場所 所以如果你自己一個人來探險的話 走到底的時候要小心喔 這邊是跟中箭四通交叉的銀柳街 可以看到這邊它其實是油頂的商店街 而且這邊的店都營業到很晚喔 銀柳街走的是銀座街耶 這樣一路逛過來啊 餐廳分的非常的多 有很多選擇 我們一經過那個充滿日式風味的商店街之後 馬上來到一個充滿歐風的燃車店了 這邊啊 石板路搭上歐風建築很適合散步呢 而且冬天晚上也還有Illumination喔 在我背後夜晚的川崎滿分十分 你給幾分 我會給它7.5分 因為我覺得這邊雖然很熱鬧 然後也蠻好玩的 但是相對於觀光客來講 這個地區比較不熟悉 我有給9分 因為這個車站周遭真的太多太多地方可以玩了 我覺得很適合從東京來這邊看看喔 日本大通一出來大概走個兩三分鐘呢 就可以到這一區 然後感覺就是很多美式餐廳 感覺都營業到很晚喔 其實在橫濱的港口這邊啊 還蠻多像這種裝置藝術晚上有亮燈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散步看看喔 那我們現在往前面走呢 就從桑巴西啦 可以看到橫濱的夜景喔 在我後方就是橫濱的夜景喔 請問一下啊 今天幾度 現在應該表定是3度 但體感可能只有0度吧 桑巴西本質它也蓋得非常有特色 所以可以在這個上面找到愛心美照 我身後方的這一大片廣場啊 在天氣好的時候來還蠻適合坐在這裡 尤其是聊天的 離開了港口邊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這邊的橋下散步 我們現在到了這邊是紅磚場空 那這邊冬天的時候有流冰場 我們就在倉庫這邊啦 晚上背上還有點風華的燈光 然後那個紅色的表面 看起來真的是蠻有氣氛的 橫濱晚上啊 就真的還蠻適合散步 然後蠻多漂亮的地方可以逛逛 但是呢 最好不要一個人來會有點孤單 我們今天雖然是九點過後來啊 我們今天雖然是九點過後來啊 但是在Yoko Hama的 Marine & Walk這個區域啊 有非常多好吃 而且氣氛很好的餐廳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 米拿頭密來站附近啦 那我身後方呢 有結婚 專門辦結婚的地方anniversary 然後另外一邊就可以看到某天倫喔 橫濱晚上九點過後 滿分十分 你給幾分 我會給六分 因為這邊景點有點分散 那我覺得這邊因為有點大 所以應該是 換一兩小時逛不完 所以我也給六分 我們來逛逛九點以後的吉祥寺吧 車站一出來啊 北口這邊就有Harmonica的商店街 那這個區域啊 有很多營業到晚上十一二點的 居酒屋跟酒吧喔 這個區域總共大概有三四十家店 選擇還蠻多的 九點過後的商店街啊 由於人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走起過來非常的悠閒自站 三不累啦 也可以來喝喝咖啡 這家叫洞菇草咖啡 這家會在地下一樓的洞菇草咖啡 營業到晚上十點喔 我們現在到了吉祥寺市站金王縣的出口 讓我們走走晃晃去公園吧 都已經快十點了 但這邊的店都沒有關 這邊有點像新宿3D木 然後繼續有很多晚上燈火通明的感覺 這邊連唐吉科的也開到這麼晚耶 那我們來看看九點過後的吉祥寺園長怎樣吧 這邊晚上比較沒有路燈 然後人也比較少 所以晚上比較不推薦來公園這邊喔 晚上九點過後的吉祥寺 滿分十分 你給幾分? 我給八分 就是這邊雖然商店很多也滿好玩 但是通知性跟新宿有點像 所以如果不想走太遠的話到新宿玩就好囉 我會給他大概七分 因為呢 這邊雖然有一些商店街也好 然後餐廳有開 但是我覺得比起特色的話 可能像台場那種燈飾啊 或者是鋼彈的話會更加的好玩 我們現在從台場的海濱公園下車啦 晚上的台場啊 一出站就覺得是一個拍照的好地方耶 雖然是平日的晚上啊 不過我們零零星星也看到有一點點的行人 然後還有車子經過 其實大家如果來東京玩 然後不想要太早回去的話 晚上來這邊如果你喜歡攝影 然後只是就是情侶來這邊散步 我覺得都是滿浪漫的 比起白天的台場啊 其實是晚上這邊沒有人的時候 真的更適合情侶來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冬天專屬的燈飾喔 如果嫌沒有事情做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這邊吃個東西 這邊的餐廳大概都營業到十一點左右 晚上的彩虹橋跟燈飾啊 真的是滿美的耶 我們在這個Dex的甲板上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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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來這邊的話啊 可以拍出很多Instagram的美照喔 這邊的Starbox開到還蠻晚的 怕睡不著的話可以喝一杯熱茶或熱咖啡 來台場這麼多次喔 第一次看到這麼少女心 這麼夢幻的樓梯耶 那我們這次9點之後的台場滿分10分 我們會給幾分呢 我這邊個人給8分 因為人真的很少 很好逛 我應該會給也是8分 因為這邊啊 晚上有點燈的趨力比我想像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必殺的鋼彈 我們現在到了北千柱 北千柱車站出來呢 有兩家大家的百貨 Lumine跟0101 但是呢9點之後啊 只有咖啡廳跟書店有營業喔 北千柱這邊呢 屬於住宅區 但是也是一個很大的交通複紐站 所以餐廳應該會蠻多的 我們去看看吧 車站出來的商店街附近啊 有非常多的餐廳 包含連鎖的跟非連鎖的 這邊呢巷子裡面啊 有很多道地的居酒屋 所以如果你想要體驗看看 日本人當地的飲食的話 可以在這邊找找看 北千柱這邊啊 有JR線 然後Metro跟東吳線 所以地理位置上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很多台灣人會選住這邊喔 9點之後的北千柱 滿分10分 你給幾分? 我給5分 這邊的餐廳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非常道地 所以如果你想吃好餐廳的話 可以來這邊選擇 但是如果你想存逛街的話 這邊就沒有那麼好玩囉 我大概給他也是6分吧 然後理由也是跟Bob差不多 以上就是9點過後的5個區的探險啊 如果你對任何一個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看看喔 不過要小心安全 我是包伯 我是溫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 我們來看見 最後一會兒 你可以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